白天 港幣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沒錄視頻了 因为那个家里最近那个装修 然后就啊很吵没办法录视频 好那个今天是那个我们那个PS的教程啊 因为我电脑顺 我顺便把电脑那个重装系统一遍 然后很多东西你看就见面都有点不一样 对好 那一个就开始我们的一个PS的视频就fooloshop对吧 那fooloshop的话 我这个是呃 我看一下应该是对2018的一个版本啊 对算是最新的 然后这样子啊那二二零一七我不确定 但是2018你看不管你是做就是那个网络 或者是电商等等的 现在就是很方便post对吧 不同像素 然后那个的你看就是宽屏的或者常规的对吧 1616比9或者或者那个10Gbg4比3对吧 还有手机的iphone ipad 你会看得到对所有东西折选 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背景了就方便很多 我现在啊这些是一些免费的啊那那通常呢是这样子我会选那个pint 然后那个a4 那bill点o 啊bill opposite就说看现在现场的意思比现在意思啊啊那个通常我是选a4a4然后这里通常选择的话是这样子啊宽还有高度对吧那你可点这个标啊反正就是很简单啊反正也是要的就说啊 a4a4就是说后后面我会我呃我会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换呃那个版面就是其实就a5的那样子一个版面的那样的功能我介绍的是先学了啊再选p数比较好 emps相当一下比较难然后单位我通常是是那个因为我是接触那个打印那块比较多那所以通常会用millimeters啊其他会用的比较少当然有时候你看公司呗然后resolution这种就分辨率等等就300就够了300个零够除非说公司我特别要求那你们再去改 啊对正常300输出的话反正是72和300你们自己看好那一个我们就先把软件打开因为今天主要讲是一个基础概念 好打开的时候刚刚要讲的东西讲差不多了对吧好再下来首先还是一汉讲他一个输入输出概念输入刚刚我们讲了对吧不同的格式 你点一个你的背景对吧点了以后呃然后呢这样子asport是这样子啊其实在这asport好那个我后面再讲好然后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 现在我想画一个东西的吧我随便我因为我通常送快捷键比较多然后就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我随便画一个东西的吧那比如说现在这张啊比如说现在这样图就是啊我已经我要的对吧然后呢这样图是这样子那这样图我要以后然后我想输出啊就比如说这样这样子完成了那通常这样子啊我们会点一个save 对吧save然后你们出储存吧但是这样子ps有一个特点的啊你们ai我跟你们讲过文件soniverse也是啊还有后面我讲的那个prpr就是那个剪辑脑脑后面还开这个教程 然后这个的话我呃那个你们都要把文件分好到ps不需要你图片扔进去的时候对吧或者我随便找一个吧比如说我现在这张图片啊这是啊对就是做那个锁略图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拖进来对吧 哎嘿好好我随便把这给啊啊拉进来了有点卡定了啊不好意思 然后就这样子啊好放回来 那比如说像这样子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这样图 如果是说我比如说我不见了 我扔掉了 这你比如说我现在演变给你 我比如说我自己删掉了对吧 哎你看这里他是在的 没有任何问题对 就说他的一个怎么样 他的一个就是文件跟系统 当然他是没有一个关键性的 没有relation去就没有关系的 好那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东西记得 我个人来讲还是要有条理的分清楚对吧 不用说什么都分 但是要有条例啊 就说啊对好 然后再这样子通常呢 那比如说你做完一道对编辑以后 你要输出怎么输出 将进来save或者save as 通常是点save 因为save的话 他直接默认就这个photoshoppsd文件 好那个photoshop以后对吧 然后再下来几个东西 比如说你要那个png透明底的对吧 还有那个tif格式哪都在这里 就所有的图片格式都在这 gpg呃png和tif 通常用具这三个别的几乎不用 还有默认的foolshop 然后呢就这里啊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找找啊对这里pdf foolshoppdf跟那个ai是一样呢 ai反正就是他的save aspdf格式它save as 就是说另存的一个意思啊 save as这里export的话 但是aigpg的话你统一到处的话是需要用的export的 但是如果在ps里面你统一都是那个save as就可以了啊 因为呃ps的里面这个exports的话你不用管他啊 几乎很少用的上 然后回到刚刚讲的asport这个概念asport这样子一点一下 然后可以再呃点一下啊这个应该是新版本才有的啊 然后你看到哎这个一拉对哎等下哎回去回去一下啊 然后点一下asport对吧asport这里是one对吧 然后你点一下点一下以后对吧 你现在是asport这样子一个状态对吧 进入了这样子一个界面 你其实可以这样子一加然后二三 然后你看到二和三然后他就会按着你这样 然后我们回去点一下哎你看到对我现在我现在就有三个这样子三个页面哎 你看到对其实跟群组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啊啊群组对还没讲到好那一个呢首先输入处理输出在概念你们已经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啊 你已经知道对吧那这个后面的什么图层这些我后面再讲对吧啊好那这样子我们先把啊然后这样子好上面的这块是你们的一个编辑的列比如说就是说说啊菜单列也就是说啊啊所有的东西对吧都在这里能找到比如说什么效果对对吧比如说啊这样子我现在点这个啊然后对你不用管我怎么点的后面会教你们啊比如说我现在要要要弄一个高速模糊啊对吧 我就随便弄一个说啊还要这样子把它先合并成啊先把它合并成一个东西然后再进行搞不知道什么忘了啊好那一个对哎刚刚不过那你看比如说我要弄一个模糊一点效果对吧哎你看到他就弄好了就这样子或者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找就说所有东西你找不到你就在菜单列里面找然后这边默然是一个卡拉卡拉这边的话通常是这样子就这块用的比较少 然后这一块就是一些什么图层呢还有那个通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线稿线稿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啊这样子对就是说所有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细节的选取区域都在这右边这块左边呢这个是我们的工具的一个区域能懂吧然后呢这一块中间呢啊这块你看到我先换这条件你们有人看到不信你看我删掉他哎他就没了对就这样子所以说 PS里面反正就是分成三个模块就是说他的一个就是文件里面一个是那个图层模块啊一个是颜色一个也就是说通道他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线稿这个模块这个中文我真的不知道啊呃再下来工具模块你们就懂吧反正用不同工具去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编辑吗这是一个工具的模块上面呢这个就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刚刚随便开我我现在开第二个啊 其实啊对这是后面的一个就编好了就我大概想一下因为我都先先先看先讲哎你看到对上面再多一个那我回到刚刚那个对这个地方是一个那个这文件选取的一个区域那我们现在讲了有几个区域了一个第一个啊啊菜单的区域第二个工具的左边的这块第三个啊就是这个文件的一个区域 一些档案区域对吧最右边这个就是一个啊怎么讲的一个optional就是说一个设定区域吧我们这么去理解它啊比如说颜色等等的一些位这边是用来操作的那操作的时候他本身有一个数据库需要处理这个东西吗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是一个啊数据库还有里面的所有的微调设定都在这里啊然后你说在细节操作操作中的那我就说这种是静态型的吗对吧就我们放到这我们需要把它拿出来对吧那我们再找一个 这个动态的好吧我们先把这个给删掉啊一个动态比如说我现在选了这个啊比如说上面这个对吧那我这时候我点一下别的工具哎你看到对这这个区域我们一直没有讲对吧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动态的一个区域就是说啊我们用不同的工具或点到不同的文件的时候这一块都会被改变有时候比如说有些有些东西对吧我们想进去为他比如说啊这里你看到透明度哎你看到ok啊啊不能选啊以后再说为什么现在就不跟你 啊现在就先不说这个问题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比如说啊那个透明度对吧或者等等的这当然我现在点这个地方有啊透明度或者别的比如说涂层等等东西啊都会有或者我现在选这个印章啊印章刚刚有有说过啊我们捞先捞回去100他有别的比如说一个颜色或者他的一个大小等等的就是说他的一个印章的区域大小啊这个圆我们可以选他是一个虚化的变化还有还是有硬的石铁边啊这个后面 在讲啊对大概就这样子首先讲12345我们今天讲了5个区域对吧然后呢还有个东西里面很清楚比如说多页数CPS也能解决了不一定要用AI来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用PS然后也是一样团教他一样就是说所有东西跟AI差不多就是他会比AI卡因为他能进行图片编辑而AI不行就是由我从基本的功能来讲啊因为这些后面你们反正就在后面微信加我啊加我微信可以再问我是啊对因为很难顾及到那么多 因为主要我交也是入门为主入门为止呢呃为主然后就适可而止吗叫太深对吧也不一定是好事对吧看你们需要哪一个我再来讲对我觉得这样总会好一点对啊那今天的一个 入门的概念大概这么多那首先输入处理输出你们懂了第二个就是说他的整个区域界面介绍对吧好那再下来是怎么样了我会讲一些这所有的工具对我都会就是说不会所有就是说需要用到一些一些工具我会给你们讲讲完以后对吧 会做一些练习然后通过这样子来进行上手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工具你们掌握了然后你们其实就可以开始自己做图了啊就差不多这样子好的那一个今天课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